匡人解围 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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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来匡议了 带人去围捕 杨祸曾带兵侵入匡议 残暴地杀了匡人 孔子又长得很像杨祸 匡人就把孔子一行人围困起来 杨祸 子罗 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杨祸 快出来受死吧 出什么事了 匡人把您误认成为杨祸了 周文王已经死了 文化不就在我这儿吗 如果天意要毁掉文化 我死了后人便不能了解文化了 如果天意不想毁掉文化 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老师 我去跟他们拼了 子罗 等等 哪有修仁义 而不原谅世俗之恶呢 不研究诗书 不学习礼乐 是我的过错 如果把传术先王 爱好古代美德当成罪恶 就不是我的罪过 这大概是命吧 匡人围困不退 该怎么办 不要怕 拿出琴来 是 是 子罗啊 我弹琴你舞劲 我们一起表演琴舞 是的老师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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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闲者 年纪世脉 一身将老 杨霍是个粗人 怎么会弹琴 他怎么会那么镇定 还弹琴呢 这个人不像杨霍吗 于是匡人派人打听 才知道是一场误会 对不起 我们误以为你们是杨霍 认错人了 匡人围困十五天后 终于自动解围了 匡人解围 匡人解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